酒吧跌血事件 台坡球員周伯勳被捕遭砍傷 躺在單架上被醫護人員送上救護車 而另一名穿著藍色上衣的男子 則是花蓮縣議長兒子 秀琳相待會主席賴俊傑 同樣附上就衣 沒有關係啊 被波及他也是很冤枉啊 工作人物哪裡可能去做這種事情 事發現場就是這一家居酒屋 二號凌晨三點多左右 SBL球員周伯勳受到賴俊傑的邀請 一起去酒吧吃宵夜 卻在玩電子費標記的時候 因為酒後火氣大 雨林桌的酒客有些不滿 後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 身體碰觸到修信嫌犯 因此起了衝突 兩人就在混亂之中 被碎片四件的酒瓶玻璃給割傷 導致周伯勳的背後血流如注 現在還在交互病房觀察當中 他的時候他就肢體無力啊 然後臉色都蒼白 就是失血有點過多 有點修客的情形 隨隊到花蓮參加比賽的周伯勳 是SBL台皮隊的前鋒球員 而秀琳相待會主席賴俊傑 還是花蓮縣議長賴金坤的兒子 如此重要身份的兩人 卻在酒後的歐中被波及 還受重傷 波球團事後也澄清 周伯勳是直身前往 沒有其他球員同行 如果有涉案 將會視情況懲處 涉嫌的一方大概有 十餘名的民眾 那另外被打一方大概三到五 警方表示 雖然目前雙方都已經撤告了 不過邱興嫌犯是傷害罪現刑犯 仍然必須依送法辦 記者 吳小薰 羅香 黃靈報道